歡迎回到熱血運動魂節目 YAMAHA CUP已經是走了七個年頭了 可以持續這麼堅持 三夜機車想要推展台灣的幼兒足球 兒童足球 然後少年足球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實他們也開始 從2010年開始就軸落台灣的天鄉的校園 要啟動一個叫做足夢校園的計畫 是足球的足 足夢校園的計畫 這邊要請中華足球隊的總教練 蔡秀明教練來談一下 這個計畫當時推動的契機是什麼 其實他們覺得就是說除了辦比賽之外 你像基層的一個扎根的工作 他們並沒有達到 所以說他們就是要把這種足夢計畫 放在一個偏遠的地區 特別是在我們各縣市一個單一的單位當中 他們也必須要選在少雨的情形之下 大概11月份的時候來做這方面的推動 那因為我們的資源比較少 大家都知道在偏遠的地區 少子化的因素的影響 一般來說我們都在未滿100個學生的 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這個學校 來做這方面的推動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特別是把它企業的一個形象 是放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台灣一般來說 都是只會贊助這些比較有名氣的 比較樂觀其成 看到一個開發結果的事情 但是能夠找這種偏遠的地區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個概念 而且其實大家會想說 這個YAMAHA就是三葉他們做那麼多車的 他為什麼會對足球有這麼有興趣 事實上他們在日本 其實就有一支算職業足球隊 盤田足球隊 對 他們支持了這一支的球隊 當然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他們的未來 也是從他們企業的延伸 來成立台灣的一個球隊的存在 特別子欣剛剛也一直在提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足球聯賽不管是 以及高中的大學的聯賽 都辦得非常多 但唯一缺少就在頂級的聯賽 就職業的足球聯賽 讓它地方化企業 或是說我們的地區性的一個聯賽 那更重要就是 就我們的本土的企業 是不是能夠跳出來來支持 就像上禮拜 我們辦一個Toshiba的 東芝的女子 日本的大學的女子隊 來跟台灣國家隊的這個比賽 其實也談到我們有一些半導體的公司 都已經有發現到這樣子 就看足球協會的誠意 來做這些職業聯賽的一個承諾 就像我們在辦的蓮花科 它贊助我們前幾年的一個 企業聯賽的一個比賽 但是這個我覺得還不夠 更重要就是要像YAMAHA 成為辦比賽之後 主持一個很好的一個職業的隊伍 然後來成立 台灣的有很多的職業球隊 然後來本土化之後 我覺得我們的技術才能夠提升起來 是 那子萱以你在這個西班牙的經驗 當然除了那些名門球隊 我們說名門就是很厲害的 對那個西班牙甲族 我們說西甲 西班牙甲旗聯賽那些名門球隊 好幾甚至有上百年傳統 歷史的球隊之外 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企業可以贊助 很多企業都很想要贊助球隊 成立球隊在西班牙 沒錯因為在西班牙有很多俱樂部 哦俱樂部 真的沒辦法算 真的沒辦法算 很像以前我的展示 Madry 我大概四歲的時候 已經大概我看 對四年前還沒有人工潮壁 Madry有五百個人工潮壁 你有五百個人工潮壁 一定有很多俱樂部 一定有很多俱樂部 一定有很多小孩都在踢球 對 然後 但是我覺得重點也是 錢 所以很多公司都是真的想贊助 所以我希望真的在台灣 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配合 大家一起往上走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很像日本人 日本人以前都是 玩範球 然後他們後來他們說 哦足球真的有意義啊 我們要真的有一個計劃 然後一百年的計劃 因為他們有一個目標 我覺得沒有用 如果你 你真的贊助大概一年兩年 真的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 我一直都說 我們要一個聯賽 我們要一個專業聯賽 一個專業聯賽 不是為了我 是為了我們以後的小孩 我們的小朋友 台灣還有很長的 在足球推動上面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 這個YAMAHA CUP 希望從基層開始 慢慢的貫注起來 那事實上呢 這個 YAMAHA他們其實在 當然不可能全台灣 每一個學校 幾千所學校 通通都去嘛 所以他們特別就是 先著重在偏鄉 然後打電話去教育部問 哪些是偏鄉 而且還會打電話到學校去問 所以其實它那個 是有一些規定 有一些審查的資格的 那當然 最重要就是要校長支持 校長支持 如果說校長不懂了 什麼叫運動的時候 我們到那邊推動 其實也白費力氣的 所以說我們一定是 透過他們主任 跟校長聯絡 就同意就是說 來這方面的推動 當然更重要就是 因為他們本身就已經很了解 這一方面的重要性 所以說願意帶給小朋友 只是苦無沒有教練群 苦無沒有很好的器具能夠 其實我們帶的都很簡單 我們只是帶一個足球過去而已 然後YAMAHA也更有細心的去計畫 就是說先鎮球儀式 把我們的一個十個球留在學校裡面 以後小朋友都可以用 那我們也盡量應用 他們當地現有的道具 然後來規劃這種 區位性的足球活動 其實這個整個課程設計 其實蔡教練也其實很有精心去設計一下 應該是要這麼說 就是說我們要本土化更深化 所以說我們到各地區的時候 我們都採取當地的教練 當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這些專任教練跟當地的協會裡面 可以跳出來來協助 讓他們能夠持續的延伸下去 這是我是覺得就是 就好像YAMAHA企業 這一次的這種青年的足球 這個默默的更演 我相信在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的歷史上面 絕對會站住一個腳步 就像日本足球協會有一個很知名的啤酒 就當時日本職業足球還沒成立的時候 他們就一定不斷地贊助他 所以這個形象當中就是左長眼的 所以說日本只要一出來的時候 廣告媒體只有這家啤酒 可以站在日本足球協會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形象的問題 問題是台灣的企業 怎麼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能夠像日本的這種來支持 有一個代表性的企業 沒錯 你不覺得嗎 如果我們真的有整理這個計畫 一定每一個人都有 真的 對 沒錯 就像世界杯當中 它每一個項目的產品的特色 只有一個 譬如說可可可樂、百事特色 千夜只有可可可樂或是百事可樂 獨家的 獨家的而已 那運動品牌 阿里達斯、普馬、Nike 它也只能千夜一種而已 所以說其實 這種足球在世界各地蓬勃的發展之下 其實是有未來性的 台灣剛好是在足球沙漠 我們就應該要呼籲我們的企業界 請你趕快跳出來 來學習一下 是不是以後你就是成為一個獨家的市場 這是運動的形象 就好像我們早期的 我提的是大同公司 其實台灣足球很有名的 就是大同寶寶 大同公司足球隊 它經營了這麼多年 雖然說現在的各個企業 已經當大同公司這個品牌 已經很好弱化 但是在我們台灣的品牌的深根 低估之下 我想大同是一個很好的形象 對 然後我們如果有一個好的聯賽 我們國家隊更好 等國家隊更好的話 我們更容易跟別的國家打 現在我覺得真的很對不起我們的粉絲 真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們每次都輸輸輸 真的很 我們現在我相信我的隊友 我相信我的教練團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 我們的組隊真的很年輕 然後我們很有potential 真的 我不是 很有潛力 真的 但是問題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紀念 是 每個國家都有積極的企業聯賽 沒錯 你去一個代國人 他有大概二十支 一年 一年有個年打五十場 我們台灣人一年有個年打二十場 不到 對啊 這個差很多 今天是最重要 嗯 今天是很重要 所以真的 希望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 真的專業的足球比賽 那其實呢 這個 亞馬亞除了 就是像蔡教練 像子萱有帶一些 教練去偏鄉地區 教導這個兒童足球之外 他們 我剛剛有提到 他們在日本有一支足球隊 盤田足球隊 那 每一年 還請日本盤球足球隊的 教練 球員來台灣 進行交流 跟小朋友一起交流 對 事實上 就好像 潘田 代表的代言人 算是Yamaha 所以說他們也借助這個機會 他們在總決賽的時候 小朋友總決賽的時候 請他們過來頒獎 甚至來請他們來 幫忙做一張足球的一個推動 這真的是很有意義 所以說 在日本的這種企業的文化當中 他們是非常的用心 在扎根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足球的力量 因為 你知道嗎 日本是從 巴西人給西班人學習 他們是做合作 很多西班牙的招練 那個時候 一些的西班牙招練 跟巴西的招練 去日本 教日本人 對 都是那邊的助學做合作 然後開始這樣子 所以日本人都起來了 很快 他們都想學習 然後大概 15年 20年 已經變亞洲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他們還有職業聯賽 J-League 對不對 好厲害 J-League 真的 對啊 水水也是很高的一個 沒錯 那其實像蔡教練 有去過德國 還有巴西 還有英國 還有英國 去學習 對 就像我去 95年的時候 我去巴西 巴西很有名的 我真的都不知道 比利球星 還有七狗 七狗 那個時候 在98年的時候 他就當日本的總教練 對 他就 日本足球學會 特地把他請到日本 當任總教練 很有名 做足球的一個推動 那我去巴西的時候 這一個月訓練當中 也參加七狗的一個 足球訓練營 在 烈熱內盧那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 教練經驗很豐富的啦 其實足球是一個 跨國性的一項活動 所以說 他這些 推動當中 講習是非常的多 特別是 國際 我們做FIVA 世界足種的 認證的 足球學校 也是很多的 活動在那邊 所以我 我參加的這樣子 的講習 你都是 透過FIVA的 正式的 國際的教練 證了 這是很重要 對啊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對 那更重要 我們去看到 其實 我們不要封鎖在 台灣這個小島上面 你可以看到 日本 這麼先進的國家 它也是需要 跟巴西來起經 沒錯 西班牙起經 其實我們現在 真的是要拓展出去 他們現在有很多 俱樂部都是做合作 跟一些的 巴西俱樂部 西班牙 法國 他們都是做合作 嗯 都是互相幫忙 對 那紫綸也有去過其他地區 交過小朋友啊 有 有 我以前在台北 有一個運動名牌 他們都幫我 安排一些的活動 跟小孩 跟小朋友 我在台北交過 然後花蓮也有 花蓮也有 但是我真的感謝YAMAHA 嗯 然後感謝教練 因為 我是因為 教練 有 做到這個機會 嗯 然後真的 我三次真的 三個月去台南 真的很開心 真的非常開心 紫綸一定 以後都變成 台灣小朋友的偶像 對啊 你親自到 對 中南部去啊 各地去 哇 就變 台灣小朋友偶像 大家應該都記得 那個中華隊那個 那個踢中後場的那個帥哥 根本就不會有人記得 前鋒是誰 哈哈哈哈 好那這一個階段呢 邀請觀眾朋友 再休息一下囉 待會再回到 熱血運動魂